有很多東西是看不到的 你要畫出那個你看不見的東西 我覺得寫作也是 他寫的那種感情或感覺 也是一種看不到的 難以言語的東西 我腦子裡面有一個影像的時候就會覺得 那個東西好像小動物就會自己在我的腦海裡面 講他該講的話 我甚至自己好像自身跟他們一樣一起自身在秋天的森林裡面 然後我是躲在那個角落的那隻兔子 他有提到死亡 那可是他又是一個童話形式的故事 所以他絕對不能夠用那種很厚重的色塊 還是很粗重的線條去表現 我就是盡量朝簡潔然後明快的方式去處理 我記得我母親過世那一年 我常常做夢 夢裡面我媽媽她都是笑秘秘人 其實如果我們願意放手 讓我們愛的人到另外那個世界去 也許其實 那個世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可怕 爺爺一邊唱著小時候媽媽教她的歌 一邊彎下身材波斯菊 懷裡抱著一大把花 陽光灑在她的臉上 金黃色的光彩讓她看起來 彷彷彿年輕了五十歲 爺爺的神情安詳和滿足 阿南看呆了 身體突然動不了 他覺得眼前的畫面好像是在天堂 對呀 爺爺在天堂裡 一定就是這副幸福的模樣 在天堂裡 她嚇得很難吃 你不得了 我剛才又拾了